今天上午我们发现了第二部记录器 也就是飞行数据记录器 之前的发布会上我曾经介绍过 飞机上共有两部记录器 一部为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另一部为飞行数据记录器 前者记录的是驾驶舱的各种声音 后者记录的则是飞机在飞行中 记录下来的高度、速度、扶养角、滚转角、航向 上升下降率等状态参数 驾驶员操纵飞机的驾驶感、驾驶盘 脚蹬位置和通话按钮等参数 以及自动驾驶仪和自动油门等 记载系统的状态参数 飞行数据记录器中的数据 能够为事故原因分析提供真实客观的证据 后期调查人员需把两部记录器的数据 以及现场勘察的证据 空管雷达数据 机组和空管单位的路空通话 飞机与地面的数据 数据链传输信息 证人访谈等信息结合起来 进行综合的分析研判 才能更加客观和准确的分析事故的原因 现场调查工作结束以后 调查组将综合前期调查中 获取的所有信息和数据 结合实验验证的结论 进行充分的研判 以揭示事故发生的原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提供